今天是6月7日,星期五 市又會再進一步下跌 而且迫近250天線 但始終這個市跌穿250天線 不是代表什麼紅市松熱 大家要先搞清楚 只不過大市反覆的勢頭 是比較明顯的意思 先講講指數 早段低於70點,是21768點 日中輕輕回到21820 不過沒用 幾隻主要的成份股 都是持續收押 最終的指數 在下午曾見過21506點 收市的時間 都不是回升很多 是收了21575點 跌了263點 成交今下是598億 今天市的下跌 當然不知道 技術上就最多一步轉弱 第一就是跌了50天線 一段距離 第二就是 有機會試一試250天線 而最關鍵的是 4月18日的低位 21423點 這也是 2013年度至今的低位 如果失手的話 即逐沉底的形態又再重現了 不過我自己總是覺得 暫時 暫時在已知到的不明朗因素之下 市是會反覆 但是未至於會跌得太深 當然 也要看看A股 因為A股這個星期的下跌 有兩個形態是轉弱了 第一 本來由5月2日低位2161點開始 是漸漸形成一度短期的上升軌 但是這兩天已經跌穿了 技術上不單止轉弱 而且有機會再試一試2161點 直到現在這分鐘 2161是2013年度的低位 如果跌穿了 代表由2444點開始的回落 仍然處於一個逐層底的形態 到底內地會否有政策出來 其實有些外電的報道 就說 中央領導人 容許經濟在7-7.5%的增長區間 和早前聽到的7.5-8% 是差了半個百分點 這半個百分點如果真是成事的話 亦都意味著 除非經濟下限的風險 進一步明顯或者嚴重 否則中央似乎不會推動政策出來 但是這些是外電的 講明才是外電的 無論怎樣也好 少許理談因素 已經促成了一個回調的理由 加上人心比較虛脅 但是 流動性貨幣始終還是很多 我自己覺得市價下跌 第一個原因當然是A股 反覆大元 第二個可能香港本身來說 市場亦有很多衍生工具 你熊仔又不是那麼多 反而牛政很多 反彈的人始終都這麼大多數 你越多牛政 市場越是下限的因素 有因就越大 直到現在這分鐘 我自己都認為市場只是上落的格局 只是來到一個尷尬的時刻 只剩下下來的就看看 六月份的市都不知是先高後低 高位是3號的22,564點 低位暫時來說是今天的21,506點 很明顯在五個交易天之內 大市累積的跌幅已經是1058點 一個月的波幅如無以外 一千零點是好行的 但如果一個月在五個交易天 已經跌了1058點 剩下怎樣行呢 即是說 如果在月中之前 市行得比較急的話 其實都不是一件壞事 最低限度有機會 鎚定或者回穩 總不會由月頭跌到月尾 但無論如何 除非有一些不可預計的壞因素跟著尾 如果不是的話 理論上 二萬一千多的防守性 應該還是一定可以信任 最低限度現在可以信任 還有 再看看保利加通道 指數現在跌到 保利加通道的下面的底部 下多少少 即技術上的市已經處於一個 超賣 只要有少少利好因素出來的話 會形成 或者成為一個反彈的藉口 不過 任何反彈 第一個 技術上的阻力位是 十天線 指數一日未能夠回到十天線路上 老實說 你整個形態 就是處於反復逐市底的格局 很清楚 技術上來說 市就真是弱了 不過現在這分鐘 有些人就說 買不買貨呢 我就認為 去到十點五倍的市盈率 或者三里半的股息 其實已經具備吸納的優勢 尤其是近期 九燈 電能實業 煤氣 Risk 都全部大幅度下調 這樣的下跌只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 就是資金撤離 資金撤離 沒有理由只是沽這些 它什麼都沽 但是看情況 好像又不是差得那麼厲害 第二 可能資金又換馬 到底是哪一件事 很快我們會知道 沒有了 因為去年六月份跌到一萬八千零五十六點 是因為有歐債危機 現在沒有 幾年前 跌到一萬零六八七十六點 是因為有美國金融海嘯 現在沒有 即是說 現在的下跌 是沒有一些實際的利淡的因素 或者消息 造成一個牽頭的 只不過大使 你升不上 你就是反覆 反覆意思 可升可跌 加上衍生工具的主導 令大使跌勢 比較急一點 中巡之後 應該會少少斷定 不要忘記 六月份 是半年結 話多話少 都需要有些粉飾的活動 好了 今天講到這裡 星期日再和你們聽 最好 一定要嘗嘗